先幫我 到我們的雲端上面 去下載這個跟這個 這個是題目 這個是練習檔 然後解壓縮這個 並且打開這個練習檔裡面的102 102的題目 就是在這邊102 一時類推 都雙數題 所以等於是一類 第一類的話就是有五題 第二類也有五題 第三類 第四第五 總共有五類 題目的部分就是在這邊 直接把它下載 或者直接打開也可以 每一類的 這個 技能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這 所以今天我們是針對第一類開始 主要是針對基本函數跟格式 設定的能力 其實基本上這是最基本的 也就是他認為說函數的使用 對於一般人來說 一定要會的 可以先考你這個 然後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裡面 應該 現在很需要就是畫圖的 統計圖表的能力 這個我想按部就班 所以今天先從 第一類開始 那有些細項我想你們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大約哪一些 上禮拜有提到 那我們如果第102題的話 你就把它捲動到底下 這邊會出現 102 然後這個題目叫Golf Golf就高爾夫了 然後難度的話是中 那上面有一些題目說明 還有 這個作答虛之這個我想就是把題目打開 這個比較 都一樣 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比較重要的是設計項目 這個設計項目就是說 你打開了這個 檔案之後要做什麼 那你可能要 第1個 第2個 第3個第4個 一只類推的把這些題目都通通做完 做完之後存檔 按照他的題目要求 然後呢 像 如果是降重考試 他會現場直接評分 他是電腦可以評分的 也就是說如果 你得到幾分他就可以 馬上要讓你知道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些題目 先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 待會 再來逐一的跟各位說明 畫面先放給各位一下 這個題目說明的話呢 反正他就是 根據那個什麼 他想要分析 明仁賽 拿第1名的成績 所以他這個應該就是第1名的成績 到底是幾竿啊 不過這個當然 竿數 他有越低當然 應該越低 越好吧 沒有越打越多 最好是一竿進東 成績最好 所以他希望按照一些 符號來呈現 讓他 怎麼講 用這個格式 就是藍色的值越多 乾數越多 所以越少 等於是成績越好 最後一天的成績 高於什麼標準肝 平標準肝 跟低於肝 分別用這個 這個什麼 用期子來表示 OK 好了 我們首先第1個 反正就看到題目 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OK 所以第1個話說 在第1列與第2列之間 插入 你列 並且在 C E F H 2 反正第2列 然後呢 依序輸入這三個英文單字 所以首先我們先做第1個 第1列跟第2列中間 第1列跟第2列中間的話 第1列跟第2列中間的話 再加一個 空白列的意思 接下來的話 他說什麼 請你在 C到E 所以應該是三個 所以就是把這三個怎麼樣 他說要把這個 C2到E2 分別輸入這些 所以這三個東西 那所以呢 為了要輸入這三個東西 那我就已經先輸入好了 所以我就這邊先輸入 這三個 然後分別把它輸入到 C2 E2 所以隔壁是F2 所以等於是輸入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先把這個 先輸入好 然後因為現在打字 所以我就先把它 填上去 然後分別再把它 這個要辦一下 假設 你們用自己打還可以 他沒辦法支援那個 這個 所以一個一個 那當然呢 你們輸入的時候 就是把這三個輸入上去 那輸入這C到E 然後到F到H 所以就把它 複製一個都複製就可以了 分別貼 這裡 跟這裡 看到沒有 然後在這裡 OK 應該是L到N 我再確認一下 L到N 沒錯 2的話是第2列 那沒錯 分別第2個 第1個OK的 所以如果 第1個做完了 做第2個 合併儲存格 應該只知道合併 A E A2 B1 B2 A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 這兩個合併 A1 A2 A1 A2 這兩個合併 怎麼合併呢 其實要把這兩個選起來 找到合併儲存格是哪一個 合併儲存格應該就是這個 所謂的跨欄置中 把它按一下 這樣就有合併了 所以 合併儲存格 在Excel裡面 就是 跨欄置中的意思 然後他說 B1跟B2 選起來 跨欄置中 應該沒錯吧 你就自己看一下 這個 C1 所以這兩個 C到E 所以 這三個 合併 這三個合併 應該猜一下 這三個合併 這三個合併 好 所以這兩個 這三個 後面都三個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第二題 關鍵就是合併儲存格 其實就是所謂的跨欄置中 跨欄置中 顧名思義 他一定會在置中 所以如果題目要求你 不要跨欄 不要置中 而是靠左的話 那其實 如果假設 將來如果題目變靠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靠左 就靠左 預設是置中 如果你假設要調整 如果沒有 你就不需要去做 第二題 第三題的話 設定儲存格公式 N3的公式要輸入這個 L3 減掉 72乘4 向下填滿到 N75 那什麼意思 N3 所以N3找一下 N3在這裡 公式的話 L3 L3 減72乘4 至於這什麼意思 其實先不管 公式記得前面要寫個等號 等於 可是你會發現 他這邊前面沒有等號 你要自己補 這個等號自己補一下 L3 減掉 72乘4 L3在哪裡 L3 所以你點一下 L3 這個就L3 減掉 減掉 72乘4 得到的結果是多少呢 打勾就可以OK了 這樣子公式就輸出了 那至於為什麼是L3 為什麼是72乘4 這個我猜應該是這樣 我自己猜的 我不知道你們查查看 因為他是72動 那乘以4是不是打4 4 有沒有 打4 之後呢 最高 就是72桿 是標準桿 我再猜 所以打4桿之後 他總共他的 紀錄是多少 當然越低越好 有沒有他是 284桿 所以 打勾之後 他就 理論上是 應該是288 應該是標準桿 他低於標準桿 4桿 大概越少越好 OK 有沒有 好 那底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快點兩下 有沒有 這邊空點 右下角再空點 點兩下 到N72 看一下是不是72 75 75 對沒錯 N的75 那應該就OK了 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 就是 填滿到 分75 好 那就OK了 所以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 像這個症狀考試 第一個你要看懂題目 要你做什麼 你不要連看都看不懂 那自然你就做不出來 這個跟AI有什麼關係 其實AI也類似 你要跟AI溝通的時候 你也要講一些 他聽得懂的話 所以你敘述的語言方式 就跟這個蠻像 你要叫他做什麼 你其實 可以跟AI talk的時候 記得這些語言 大概就是這樣的方式 然後第四的話 將儲存格 1 到75列 設為25 所謂的25是多高 25如果不知道的話 其實就是大概這麼高 拉一下看一下 25大概這麼高 有沒有看到 25 我看一下 25個像素還是25 他說25沒有像素的 那你會發現 列高這邊有兩個數字 一個是前面的 就是 25 後面的話是像素 你不要調25個像 25的像素不對 前面是25 所以把它往下拉 你說這個很難拉 所以我先示意一下 所以他是希望說要把 1到75列 所以第一步 請你把1 1的話是這一列 先選起來 選到75 大概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一直往下拉 拉到75停下來 不過這個方法我不推薦 我是建議 你先選 第一列 再按續個鍵 記得按續整 續個鍵按住之後 再去點75 他就會 連續選 OK 然後再按滑水右鍵 你會看到有一個功能 叫做列高 那你就把那個列高多少的數字 填到裡面去就OK了 所以按右鍵 列高 填上25 Enter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試一下 所以剛剛 基本上就 完成1234 OK 1234 特別注意 我看這個題目去完成 因為將來考證照的時候 他只會給你這個東西 在你的桌面上 你要看懂 照著做就好了嘛 然後 大概一題只能有10分鐘 所以你要10分鐘內 把它全部做完 不能出錯 這樣就可以拿到證照 OK 試一下 畫面先滑美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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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